最近这一类NFT投资确实是新的方式 也有正确的获利管道 但要小心 诈骗集团它就是看准大家对它还不熟悉 用白白种的方式要来骗你钱 如果今天你已经加入群组 或者是让人帮你代为操作 要特别谨慎 一位A小姐就是加入这样的群组 短短几天被矿骗汇款69万 她说起初是加入这粉丝专业 里头有好多成功案例 让刚想接触的民众都觉得 真的有人在玩而且成功赚钱 让你信任加LINE好友群组后 先给甜头 从一千获利到两千多 也真的把钱汇给你 甚至不追着你继续玩 有点饥饿行销 表示下次要操作得排队 资本越高顺位越前面 刚开始A小姐觉得不然拿一万 但对方说一万块得排队排到七月 最后被怂恿到八万到二十五万 还给出这张表 号称NFT刚开始绝对好赚 拿十万翻到四十万 双方透过LINE对话告诉你 何时买何时卖 结果一路靠二十五万赚到一百四十六万 这时你想领出来就会碰壁 诈骗集团号称 获利大于一百万要给百分之四十四的担保金 因此A小姐又再会四十四万 他们知道民众多少会起疑 这时可能会制造假收据 或用假民众回应你 民众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 应该立即的拨打110或165 以立即时的拦阻诈骗的款项 165统计近年来投资诈欺案例增 108年只有1894件 去年将近5000件 诈骗金额累计快21亿 小型网路上那些其他网友是假的 UBS新闻杨静波林瑞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